現在其實像有一點 沒有像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那麼的多樣化 我說的多樣化 是因為現在已經被 很多大集團主宰了 主宰了媒體的報導 主宰了因為廣告的關係 所以控制了很多方向 因為是媒體也被大集團來收買 所以沒有以前那麼多樣化 那麼好玩 我覺得時尚越來越不好 因為相似度太高了 過去Made in Taiwan 其實是全世界很有名的 但是它是完完全全 就是在幫人家代工 但是它也累積了很多 很好的經驗 甚至有很大的資源 可以去製作時尚這個東西 衣服這個東西 可是它缺少的就是像現在 它缺少的是創意 它缺少的是有設計感的東西 它缺少的是董國計畫的一些 年輕設計師 很多設計師創業就 我就開個工作室就開始了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不切實際的 但是現在我覺得有網路平台 你可以接觸網路的平台 搞不好像那種眾籌 搞不好像一些資源的整合 你搞不好也可以 如果你已經有經驗 你也懂一些運作 甚至你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你也可以去組織一個 很強大的團隊之後 去募資 然後去讓更多專業的人士進來 在背後支持你 那我覺得大家一直講 走出國際走出國際 其實網路就是一個跨國際的 一個很好的平台 當然你的核心價值是一些台灣的精神 是一些中華的文化 可是你一定要結合很多不同角度 不同國際的觀點 不同的專業人士進來 針對設計師 針對做創意的人 我會說 先找到你自己是誰 我覺得非常重要 把你的創意結合 把你的喜好 把你的什麼都找出來 都理清楚之後 其實你的品牌精神 它就出現了 而且你的創意能量 創意的那個靈感 就會不斷不斷的湧現 但是我可以教你 在你身上 你的靈感 也會嚇到你的靈感 解散 就是有什麼 靈感 祈求 你 我